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系列课程 这节课我们来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十八讲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前后端的一个联合的下部分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的一些内容来看一下 这节课首先是说我们这个Task的这个管理 前后的一个联合 也就是我们任务的这一个前后端的一个链条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退出系统这一功能 当然客户任务已经看到了 在这里呢我把这个顺序交换一下 先实现一下退出系统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呢再来看我们这个Task的一个管理前后的一个联合 那我们接下来就根据代码来演示 好 首先我们先把服务端先启动起来 现在我们使用这个WebStorm的这个方式 直接启动方便一点 然后再来启动客户端 好 登录进去 登录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地方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退出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这让我把这个退出按钮呢 放到这个任务面板的这个右上角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前端的一个项目上去做处理 放在右上角 然后呢也就是我们这个index这个页面里面的右上角 看一下变迁在左边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任务面板 既然放在右上角 那我们很明显 我们需要把这个button 登录进去 登录 小号的 当然里面的内容 看一下图标我们先随便选一个 看他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看一下长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呢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退出的话我们用default 默认的 然后呢 在里面也可以加一些文字 比如叫我们的 退出系统 当然这个图标的话我们还可以 换一下 好 我们用锁 好 现在那么这个退出系统就已经有了 当我点击他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回到首页 然后再次进来的话那么他是应该会出错的 这样的话是会出错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来写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这边来实现这样一个 先把退出系统给实现一下 当然这里我们不需要 退出系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的这个 location肯定要切换到我们的这个 logan这个页面去 好 那么这一点其实就简单来说就已经够了 那么呢 API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不用他不用处理 退出系统 那么现在再进去肯定是进不去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的登录 来进去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我们这个任务的这样一个前后链条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情况 首先是我们这个添加任务 看一下 当我们添加任务的时候 它下面就会自动输出一个任务出来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任务 那添加任务之后 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看一下这边 在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已经 把这个任务给 打弄好了 好我们这儿输出看一下添加任务是什么样的 这个专门比较麻烦 好 看一下这边还没用 更新到我们最新的这个版本 那么再跑一次 好 就是看一下 这里面呢有一个描述 然后呢有一个状态 还有呢就是它的 这个checked 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它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这个先不用管 我们先来看这个后端的一个Api的一个情况 好后端Api 我们看一下我们后端Api的这样一个Task是什么一个状态 好看一下 这里我们显示没有授权 其实我们这儿呢需要先Login 所以呢我们要先登录 好这样会显示登录失败 好 我们会产生一个Token 这个Token呢 待会我们就会带到我们的这个请求上去 也就是我们的Task这一块 当我们在Task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提供一个 看一下这个参数是应该用哪一个 Saver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验证这个登录的这个是哪一个 X Token 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只需要传递一个X Token 好给一个值 再访问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Task里面是没有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有没有Post也就是我们的新增 那我们有没有新增的这样一个Task呢 这里有 看一下 这其实只需要提交一个Task Claim 它就能够完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端的这边这个Task里面是怎么写的呢 如果是新增的话 我们就需要 添加这么多对象 一个是创建者 一个是Task Claim 然后呢就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是否删除 这样一个这样一些内容 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需要提供给后端的就是一个Task Claim 还有一个State 这样两个属性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作为添加的话 那很明显 这两个是和绑在一起的 所以呢我们就只需要提供一个Task Claim 而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的 其实 其实这边已经有一个Description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Task Claim了 已经有了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的就是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在后端的话 是作为Task Claim来说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仅仅需要一个Task Claim 就能够提交了 所以呢我们这边的一个API就应该怎么写呢 就应该直接用http.post Post的哪个地址 我们看一下这边 Post的地址 和这边是比较雷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复制过来 Post叫API Address 然后API 注意了 这个地方就应该是Task 因为我们这个通过Post来区分 它的这样一个 数据 这样一个它的类型 Task Claim是什么呢 其实这的话我们只需要说 我们的这个Task Claim呢 是我们的 这边Task Claim 我觉得其实可以和我们这个前端的 这个页面上去做一一对应 这样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这边呢 可以简单的改一下 所以呢 这个地方用Task Claim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边 就可以直接使用 Task.Task Claim 当然 不要忘了我们的scope 然后如果成功之后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看一下这边有一个错误的处理 我们也可以直接远用了 这边是TMS Util 那么很明显 那么很明显 我们这边也是需要 引用的 当然我们这个这个scope 没有啥用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没什么东西 我们就不要在这里显示出来 好 当它成功之后 当它成功之后 我们就直接 就直接 好 处理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Task Claim 设置为空 那么就OK了 那这些内容都是不需要的 好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试一下 能否添加成功呢 看一下 HTTP没有定义 这里又犯错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HTTP 需要引入 好 再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请求看着的 抱错了 这个时候还是没定义 这个感觉会慢半拍 所以我们再让它编译一次 我们来主要关注我们的这个HTTP请求 看一下 现在是401 401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Header 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Header 看一下 显示的是微售权 然后给我们的响应就是微售权 微售权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带 XToken这样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在哪呢 是当我们登录成功之后就应该 设置好这个参数 但是我们这好像没有做这个处理 所以这里有问题 看一下 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Token 这个Token是可以从哪拿到的呢 从这个Data的这个Token里面拿得到的 拿到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拿到之后 我们需要给它的 Defaults 点Headers 点什么呢 这个地方就可以设置 PatchPostPoot每一个 然后我公共的就应该设置在common上 然后它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XToken 然后呢 是等于我们的这个Token的 那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请求 当我们登录成功之后 看一下 反抗了一个Token 这个请求已经有了 当我们再次 提交数据的时候 看一下 这边还是未授权 我们得看一下这个请求的 具体的情况 这段代码没有执行吗 还是我放错地方了 看一下 当我们 在登录的时候就应该做这个事情 怀疑是没有生效 所以我们再 Reload一次 按照这个步骤再试一次 看一下这边已经有200了 所以我们这个请求是成功的 错 当然这有个错 Task未定义 这个我们就先不忙 我们看这个请求是对的 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得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 Request Header 可以看到他已经带上了我们这个 Xtoken 这样一个参数 所以呢 我们是能够拿得到 数据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边的这个 Gate Xtoken 带上 好 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Test 已经写入进去了 然后创建时间和这些都已经有了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写入的这样一个请求 当然 我们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呢 刚刚说这个Task 有 是这里Task 抓不到 这里的话是因为我们这删掉了一个东西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Task呢是有值的 这个Task我们是怎么来做呢 按个呢点Copy 我们还是给他复制一份出来 因为我们在后面要使用到 所以呢复制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减短一点 直接用 然后再铺进去 好 这样的话就比较完善 当然 在我们这个后段API里面 我们也要统一一下这个状态 这里呢 就应该是 InProgress 当然这个Delete呢是Force 就是说没有删除 但这个状态还有一个叫Finish的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还需要在哪做呢 好 除了我们的这个 Post里还有一个Get Gate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情形 什么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我们的 你一进来就应该去加载我们的这个数据 哦 等等 可我断来 所以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数据 给 数 初始化数据 这个里面怎么做呢 同样是HTP 当然这个地方就改成了一个Gate 然后 然后 Task 注意了 这个地方 认的话就会有一堆数据给我们出来 当然 没有的时候还是一样的这个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拿到Task 是等于 好 我们看能不能拿到这个值 我们可以拿出来先看一下 啊 当我们登录之后 那么他就会去 注意了 这里还少写了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方法定义了之后还没有去启动 所以呢我们在最后 还需要调用一次 看一下有没有 现在打出来是一个空数组 让我们添加一个 再打一个看看 好 已经有对象了 可以看到 这里面就有一个 State和TaskLim TaskLim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东西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UI上进行一个绑定 怎么来绑定呢 这里其实看得到我们就是TaskList 给它一个值 所以呢 我们初始化的一个数据 Tasks 就应该 复制给我们的这样一个 Scope点 什么呢 TaskList 这里TaskList 等于Tasks 一开始我们这儿设置了一个空 所以给它做一做好 好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们这儿登录军器 添加成功之后看一下它就有一个值了 当然 当然这个值显示的空的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改了 我们写住的值是TaskLim 所以我们在下面绑定的时候也应该是什么呢 TaskLim 是在看一下编辑 好 这儿TaskLim 还有我们这个CheckTel 这个CheckTel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是不是已完成 所以呢 所以我们这儿如果是状态是等于什么呢 Finish 那么它就是已完成 State等于什么呢 Finish 那么就表示我这个认为是已已经完成的 所以它就会选中 那这边绑定的时候 NGModel 这当然也是CheckTel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监视我们的这个TaskLim CheckTel 或者说当这个值进行一个变化的时候 NG什么呢 Finish 就会去执行这样一个 FinishTask State 这里面呢我们就会把这个Task给传进去 所以这边这个方法的话就应该怎么做呢 Task Task点什么呢 它的State 就应该等于 CheckT 来判断 如果是CheckT的 就说明它的状态是什么呢 Finish 否则的话 那么就应该是 In Progress 好看一下 就应该这样来做 当我们的后端没有变化的时候 它就会没有变化 好看一下它的一个状态 这里呢我们可以 这儿没看不到 看得到的 其实我们如果当选中之后 那这边就会增加一个Class 好看一下 当Task的State 等于Finish 我们这儿再可以怎么做呢 输出我们的Task的State 这样来看比较好看 好 选中之后 没有反应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代码 好 两次密码 不一致 这个是 正 注意了 看一下 我们其实这边有什么问题呢 明白了 看一下是这里的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这种一个写法 在Coffee里面是IF ZEN 然后呢 ALSE 好 注意了 一个写法的问题导致了我们这个代码 一直没有生效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我们CHINCH的时候 有没有变 好 点击CHINCH 然后他就执行了Finish 你看 这个删除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当我们再点一次 好 他就好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个删除 当我们点击删除的时候 他会做什么事情 从我们这边来看 其实这儿没有绑定任何 没有绑定任何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应该有一个deleteTask 然后把我们这个Task传过去 当然我们这个编辑也是一样的 叫editTask 当然也应该把我们这个Task 这个Task给传进去 好 我们先来实现delete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操作都放在一起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delete的这个Task 这个API是怎么样子的 好 这边没有看得到 所以我们在Sever段来看一下 task 然后 add update 其实delete的话 我们这后段调用的是update 所以呢 我们这 这边其实也得调用什么呢 update 看一下 updateAPI是怎么来写的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个ID 然后呢 task name和states 还有delete的这三个参数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来更新这三个参数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当我们执行delete的时候 这有一点出入了 实际上我们执行的是什么呢 put 这样一个请求 当然地址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里面呢我们就有什么属性呢 很明显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把我们这个task进行的一个直接put到后端去 这里面做什么处理呢 好成功之后 做处理 然后 当然说错同样的用同样一种方式去处理就好了 成功之后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了 我们如何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数据移除移除我们的这个数字 那这个时候 用什么方式去移除呢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还需要 传一个index回来 所以说呢这边 也就还需要一个 index 删除 index 这个呢其实是在这个ngrepeat里面代表我们的这个 数据的一个下标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 需要来做处理 怎么删除呢 这个地方就设计到 JS的一个用法了 task list 第二 Supplies 这个地方呢从哪一个 所以 开始 然后呢删掉一个数据 好 这样子的话就删掉了 当然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当我们做删除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什么这个task的delete 设设设计 设计为 什么呢 等于task的等于task的 task t2 t3 我们这个时候把task2 删掉 好看一下现在已经出错了 什么原因呢 看一下 现在 现在报了一个500错误 也就是说没有找到要更新的task 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再来点删除 好 那没问题 把3删掉了 我们再来看 那是不是剩下这两个 对的 好 那这个地方问题出在哪呢 由于我们要提交的时候 我们是会把那个id给用上去的 那当我们在添加好之后 我们有没有加入id呢 看一下 在添加好的时候 我们直接用了是这个task 我们并没有用id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了 当我们添加好之后 我们没有返回id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看一下这边 当我们add task的时候 我们这就需要重新处理一下 添加成功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task进行一个返回 好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拿到我们真正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返回回去之后 我们在前端是不是应该就应该处理一下呢 很明显 也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地方我们的一个new task 它就是点data 然后我们在push之前的话 那我们就要把它的一个id 然后呢 它是等于new task的一个id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对了 当然我们改了后端 那这个什么数据就不见了 t1 t2 t3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3 t2 看一下 没问题 当我们刷新 再进去 好 也是没问题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已经是完全正常的了 好 之后呢 我们就要剩下这个编辑这样一个功能了 我们看编辑这边应该怎么做 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编辑的这个 方法先给实现 我们这儿呢 我们这儿呢叫 edit task 好 其实edit task的话 我们不需要进行 它的这个状态 这个的一个的变化 就是不需要我们的这个index 因为没有做 不会做移除 所以说我们其实只需要来改它的一个task name就好了 理论上是这样子做的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在这边的话其实是要做一个pull请求的 提交数据到我们的这个task上去 然后呢带上我们的task对象 好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deleted就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为了在它新增之后就deleted deleted 所以我们这边也就多了一个属性 好 deleted 好 这边是edit 好 当它当然很明显的成功之后 我们就直接 返回回来就好了 好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个 返回的这个具体的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这就先留到下一节课来继续 好 这节课呢我们这两个功能基本上已经 简单的实现了 当然这个退出系统呢 我们没有做后端的一个退出 仅仅是前端的 跳转到我们的登录页 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扣任务 留给大家 第一个呢是完成task的维护 第二个呢是增加退出系统这个API 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后端的一个退出 好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大家资订边 感谢观看